剁年糕 好吃耶 這家裡面怎麼做呢 大概就是煎年糕 沾那個粉然後煎一煎 煎年糕就差不多這樣吃 應該沒別的吃法了吧 菜名叫做什麼 紅印高照 蝦仁煎餅 蛤 蝦仁煎餅 對 請看示範 現在蝦仁我們拿切地 這是什麼蝦 白蝦 白蝦 白蝦就好了 刀子一定要先擦油一下 不然會黏住 對 不然會黏住 切這麼細啊 對 這邊有蜜紅豆 蜜紅豆 什麼叫蜜紅豆 蜜紅豆就甜的 整個把它煮熟 煮熟醃好的 對 紅豆配起司沒有看過 起司有分什麼樣的起司嗎 起司的話 你起司吃就可以了 做披薩那種就行 對 有 好 那就把他倒過 這個無法想像 我先來一點 奶油來一塊兒 奶油啊 先把它灌掉一下 奶油 一大塊奶油 偷喉一下 把它整個 把它偷喉一下 對 然後直接把它包在這邊來 好想吃吃看什麼味道 你這畫腳已經就可以吃了 好 這樣子黏就好了 對 因為裡面有起司 吃吧 看起司它有黏性 可以把它黏住 對 我做醬嗎 什麼 花生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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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人點後面主持嗎 太特別了 是有甜味的花生醬嗎 對 醬油膏進來 什麼 醬油膏 紅油進來 蛤 還有紅油 對 紅油進來 花生醬 對 還有糖一點點 好好進來 醬油一點會變像芝麻醬那樣 對 再來鹽巴進來一點 小小 小小很冰雪聰明 小小 因為芝麻醬也有一點點 還有香油進來一點點 好 顏色好漂亮 好漂亮 最後一分鐘 你看 好了 嘟嘟好 嘟嘟好 快 不要再騙我了 剛剛好 對 好像煎餃 好像餡餅 那個側面補麵很美 其實很香 很香 什麼 黑糖 黑糖粉 好了 就這樣子 好 這會變好醬 三個吃 三個吃 繼續計時 你說要有醬的 繼續計時 我陪著來一盞的不可以 可以 就這樣子 等一下就一盞 準備 贏就可以吃了 什麼